陆雨奇异动物,它已无处可逃 这个浑身是毛却又没有伟化的动物究竟是什么 是谁最早记录的野人 野人究竟是什么 他们是不是一直就在我们的身边 走遍中国将带您寻找走过身边的野人 1976年5月14日凌晨一时许 一辆集图车沿防线神农架交界的公路蜿蜒行驶 除了司机 车上还有神农架邻居党委政府的五名干部 当机部车经过海拔1500米的春树崖时 司机蔡先智突然发现 前方道路上有一个奇怪的动物 正高落着身子迎面走来 车上的人都在大口上 结果我感觉是清醒 我才一生后 快醒快醒 前面是个什么怪东西 大家一下子就清醒过来 蔡先智一边提醒车内人注意 一边加大油门 向奇怪的动物冲过去 想把它撞倒在地 眼看就要撞上了 那个动物突然敏捷地闪到路旁 这个动物面前就来了个急刹车 我车子一刹 一刹就刹得干净去了 这个具体的距离只有大概 三到五米 只有五米越弄的距离 因为它的距离就很近了 那可以说 我要是个拽它的后腿 我只要站在棉口里再跨上一步 一距离就把它拖下来 就在人们纷纷下车之际 这个奇怪动物也惊慌地向路边的山坡爬去 他就在那里 他就在那里 像那个拨米塞泡 起步泡这个镜头 这一个一个铁 登球来下头 这个弓铁铁 这个手这样爬在那山头 他想搞三个 叫我搞三个 我把他逼近了 他也和黄了 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他现在上那个山大 那个山大 这个阿姨就怎么走到这 他从那边上不去了 他上不去 抓也抓不到东西 他上不去 我们也办没法 相持了几分钟啊 几分钟的对峙 给了在场六个人 静静观察这个奇异人形动物的机会 虽然几十年连过去了 大家都还清楚地记得 他的一些特征 这个腹部的这个毛啊 哪个人看得清清楚楚 最后有这么长 纯起来 同时是红毛 他那个颜色啊 这个鲜红色的 很像那边打这儿的腰毛的 但是很浅 头发呢 头发比较长 像个驴子那样的脸 耳朵是收起来的 这嘴里高 两个眼睛圆 这个嘴啊 和这个面部啊 别形形都好看 眼睛的没有像一般动物的反光 眼睛和人的眼睛比较接近 说土发讲的有点小屁股了 对 他有点臀部了 有点紧张 没的尾巴 没尾巴 能看清楚吗 因为他跳头往前跑起步的 他屁股掘过来的 灯光真是人舍着的 看得很清楚 没的尾巴 一点尾巴都没有 子女起来了 很高 比我们通常的人要高 但还有个一米八九那么高 这些两米 把腿都很粗啊 帮子都很粗啊 他吓得还是站住跑腿 他不是怕他走 他那边射了 射了 这是到目前为止 离传闻中的奇异动物 相距最近 持续时间最长 目击着行政植物最高的 一次目击事件 我们发现这个动物了以后 这个大家都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奇怪呢 就是过去啊 这个我们车上有两三个人 都是打猎的 三权鞋是部队下来的 它会打猎 这个苏家国在山里面 也打过猎 他家里边什么 什么猴子啊 熊啊 这样的皮肤有 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东西 当时一看见 他又不像那个猩猩脸 更不是狗熊脸 这个狗熊我见得多啊 不管动物园的 那都清楚得很 一般的猴子我也见得多 是不是啊 猩猩也看得多 动物园养的都有 像我们当兵那么长时间了 那四季东西也见得多 如果是爱拉墙的人 那什么也是 我都能得到 遗憾的是 当时他们六个人的手中 既没有可以制服这种奇异动物的器械 也无法把这个过程真实的记录下来 只能靠讲述 在线当时的惊奇一幕 这一切似乎都在说 野人就在我们身边 但又好像有很多的问题不能解答 这个奇异人形动物 真的就是野人啊 对野人的目击 并不只是在中国有 在世界各地 也都有着同样的事件发生 我们发现在日本 美国等国家的图书中 有着大量的有关野人的记载 各国对野人的记载和称呼 有着很大的不同 印度尼泊尔称它为一体 西伯利亚蒙古则叫阿尔玛斯 在加拿大墨西哥 它被称之为沙斯跨之 在美国就叫大脚怪 这是美国的专家 根据目击者描述 绘制的大脚怪图 身高八十英寸 相当于两米 与中国目击者描述的 野人体态身高相似 这是美国人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拍摄制作的一段 名为大脚怪的电影 据称画面上 这个模糊不清的怪物 就是大脚怪 1974年5月 阴红霸在野人谷附近的山上砍柴时 曾经用镰刀背 把一个直立行走的人形动物打上 它是个心脏呢 就跟人是一样一样的 它不该在人家上的罩子呢 先抗着一点 这个将它的这个现实的话 呃 它这个 碰里面的 碰里面的区别 它是个女的 尾巴面的 那它 它跑了以后的话 那我这口 我瞄了 那它跑了以后 它在我看啥口数的 中国奇异珍稀动物探险考察 在陕西秦岭山脉 人们多称它为毛人 在云南 人们称它为亚培和东都 在广西 称它为变婆 山椒 湖南四川一带 称它为人雄 新疆西藏的高山地区 称它为雪人 而在这一切传说中 神奴家的野人 目击率最高 有人说 野人的问题 早在中国古代 就已经引起人们的关注了 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楚国 薛元就曾写下了著名篇章 山鬼 他曾微妙微笑地 给世人描写了古代时 一个女鬼的形象 若有人喜山之恶 披逼人一起戴女罗 既含涕喜又一笑 子慕于喜山窈窕 去远笔下的山鬼 像人似的站在山梁上 披着霹雳塘 带着云雾草 微笑地望着世人 两千多年来 许多人一直在探讨山鬼 究竟是个什么样 由于屈原固立子规 连着神龙将 十分接近野人的活动区 所以引发了不少的学者想象和推测 野人就在我们身边 山鬼就在我们身边 屈原陛下的山鬼 会不会就是当年的野人呢 我觉得我不敢这么下定论 但是的话 作为我们一个公民的话 也可以发挥一下自己的想象力 屈原他在取山鬼的素材的时候 他见到了野人 然后把他们有机的结合起来 形成了山鬼的美好的向往和平 但实际上又看起来很野 在山里边 深山老林里边 非常的孤其无依 这样一种形象 讲解员的想象 并非空学来风 在神东架 哥们收集古书其实的 古企敦家里 我们找到了一本 清代出版的山海经 这里面就有关于野人形象的记载 我这收藏了一本 我这收藏了有一本 灰土山海经广著 是近代的国普撰写的 它的出版年代是 是咸丰五年 一八五五年出版的 最近历史有一百五十多年了 上面有一段文字记载的 就是说这个小刺之山 有瘦 起庄了如圆 面白瘦 持足 明月如燕 明代大医学家李时珍 曾在神农架 做过多年的考察 他在《本草纲目》中 也有许多 关于人形动物 野人的记载 对一个名叫沸沸的动物 就有如下描述 战国时期 沸沸如人皮发 驯走识人 近朝 人面长唇 黑身有毛 见人则笑 宋代 其面似人 红赤色 毛似迷猴 李时珍在总结这些 记载的基础上 对人形动物 做了如下的描述 长丈于 逢人则笑 互为山大人 或于野人 即山娇也 所以说 中国第一个提出 野人称呼的 应该是明朝的李时珍 目前我国国内发现的 第一个与野人形象 相似的文物 出自汉代 1974年 湖北省毗邻神农架 防线出土的摇钱书中 有这么一种图像 人们称它为毛人 古人为什么把毛人的形象 镶嵌到摇钱树上 我们不好猜测 但在防线档案馆 我们查到了 清朝的防线限制 在限制中 有这样两段记载 其中一段说 防线高险幽远 石洞如防 多毛人 长杖鱼 遍体生毛 另一处记载 防灵有猎人膳射 史无虚发 一日欲圆 凡七十余发 机不能重 圆乃举手 长衣而去 阴气功使 不复猎 采访中我们发现 现在防线 及其周边的地区 还有很多 以野人命名的地方 比如野人谷 野人洞 野人寨等等 这难道 只是简单的巧合吗 我坚信 在我们的这个大自然当中 在我们的神冬架 在我们的防线 是吧 这一个区域范围之内 起码是可以 有一个动物 是存在的 这个动物 与我们现在 已经知道的 已经发现的动物 是不同的 我们姑且 把它叫做 作为野人 马威同学来说一说 您里写的诗的意思 如果作者说 两岸红字 体肤就这样 不压韵 我认为它这样 写圆这个字 就为了压韵 我认为是圆人 因为我们的古代 那个古代的祖宗 他们一般都是 在光河之间 而我认为是长臂圆 因为长臂圆的手臂 非常长 它能在山崖上攀登 我认为它是野人 是野人 因为就是 因为就是他 他 他 一般的野人 躲在高山里面 不容易被人发现 他 他 从火 万一 他们也许发现了什么 在互相发出警告 这事情 其实也就有 才能去 不放下来 那么到底是什么 这个东西 同学们争论 这个叫声 究竟是什么动物的名叫 其实这也是 许多科学家 研讨的科学命题 有学者认为 在黑猩猩 大猩猩 猩猩 长臂圆 四大类人园中 能够提教的 只有长臂圆 可长臂圆 是森林动物 而现在在 长江三峡 两岸的森林中 长臂圆 根本无法生存 就是在森林覆盖的 神龙架 自古以来 也没有关于 长臂圆的记载 所以但是 有一派认为 李贝 这个 这个 他夹在哪儿 他听到的是 猴叫 不是猿叫 他为了押韵 所以两岸 原声提不住 比他两岸猴声 要好 猴是叫声 不能叫提 是吧 1988年秋天 担任乌山人 遗址发掘队 负责人的 古人类学家 黄万波 在错开下山洞 意外发现了一块 长臂圆下压床 黄万波 惊喜交加的说 三下原声之谜 又网揭开了 他比李贝 年龄大了 那就是李贝 听到的是什么叫 那谁 没有 对不出戒人来了 要比他小 就会下戒人了 他听到的就是远讲 长臂圆 牙闯画师 带回北京后 黄万波 分别对他做了形态描述和年代测定 测定单位还特意选择了在国外的权威机构 三年过后的1991年 黄万波收到了英国牛津大学考古和艺术实验室测定的年代结果 长臂圆在三下地区绝迹的时间 距今只有270年左右 李贝当年听到的是原声无疑 为了寻找有关野人的证据 我们来到湖北省神农家老君山周围的几个村子 在神农家山区 邦谷有着悠久的历史 每当庄稼长熟的季节 村民们常常用它来驱赶吃庄稼的野兽 据卢明金说 山里人肖邦谷驱赶的不只是野兽 还包括经常下山偷吃玉米的野人 他说关键和战斗走上 他不是和人一样的 他起把我搬到贵贵鱼里搬下来 撕开 那不像野兽来 野兽连外团的野兽都小了 他那是贵贵鱼里光是一层米啊 他敢自不坏力 你不用发酵 你不拿他起这个位置 你发酵不了 他这个人一种 他走的不是一步一步的 他吵都不跟你说来 他转开以后依然在他野兽上回去了 你就很不要人发酵他 就说明他的 我那个野兽的那个身口不同 他瞧面了很聪明 1999年10月 奇异珍稀动物探险考察专业委员会的 袁振兴 王光辰等人 来到怀疑是野人偷吃玉米的现场 发现有30多株的玉米棒子被掰掉 但却没有半岛或弄断一颗玉米棒 北池的玉米芯像人吃过一样干净 在现场捡到那个薄鲜呢 啃的一个里都没有 一个牙膀都没有 而且呢这个皮呢还薄成了完整 熊觉得干不到这个事情 另外呢狗熊搬帮子 把一个丢一个 啥的一个太糊涂是吧 有人说是人吃 这个人吃呢 吃不了这么多生老玉米 你十几个 你吃一个还凑合生的 按照目击者的描述 我们用三位动画技术 再现了野人偷吃玉米的情景 这一切似乎预示着 这野人就在我们的身边 他与我们同呼吸 共饮食 但为什么这间人类 没有获得一个野人的活体 甚至是一张 有价值的图片资料呢 在神农家原始生活文化圈中 为学者们誉为 南方丝绸之路的 神农家古炎道 也有许多荡气回肠的故事传说 眼前这座前不着村 后不着店的小房子 就是当年川厄古炎道上 黑炎宫 休息交易的最大驿站 据史料记载 神农家古炎道上 常年累月活跃着 数百名飞炎宫和马帮 这段台阶 人称百步梯 旧于清乾隆四十八年 尽管为此特立的石碑 已断为己断 但还可以清楚地看到 客商有贤族 修古道的字样 古炎道上留下的 除了悲炎宫 心酸和汗水 还有许多关于野人的木鸡和传说 有人带了个野人 容易驯养 后来发现他能够 能够那个的 飞炎 这个这个这个 养他这个到树上飞炎呢 是带上 带上呢 造 也能够被弄叫带 飞 发现他能比 比这个普通的人呢 能比几倍的重的东西 这像根本的还不是一样 他长些 最长些 最多长 长一点 那他这这这这这这这 都是根毛嘛 你看那个后 不想看到他 一样的 他都是活着大了 我们从山间小路 步行一个多小时来到塔平 除了了解老人木鸡野人的故事 还想打听前往对面高山的进路 这座山 因当年的寨主姓刘 名响 而得名刘响寨 附近的村民一直传说 刘响寨存有清代木鸡野人的石碑 但因山高如刀 当地都很少有人去 所以至今没有被发现 我们设置组特意请了两位老乡带路 冒险前往留乡寨 那不行我不敢下 这是干的 可行刺到我手上 我刺我几个手 这树是干的 不 刺到我几个手 刺到我讲不太好 我这有树 没有树 冷静点 好 好 接下来 对 好 你这当人强了 好 刘响寨的尖险 果然名不虚传 海拔高度只有两千五百多米的山寨 我们爬了五个多小时才到达山顶 令人失望的是 我们沿途一无所过 野人究竟在哪儿 它离我们到底有多远 谁也不知道 也许野人曾经从我们的身边走过 但也许它根本就已经是一个幻想和希望 我们今天的人类肯定是要追查下去的 这不但是为了保护野人 也是为了更多的了解人类自身 所以我们应该更多的关注和保护我们周围的生态环境 这样才能给我们创造 遇见野人的更多机会 为了追捕奇异动物野人 中国政府组织了1977年的野人科学考察队 并动用了五个力量军队 人们只有一个简单的信念 找到野人 抓住野人 走遍中国将代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